各位观众您好 欢迎收看新闻时事报 我是陈凯提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 昨天结束对中国的访问 这是他三个月内第三次访中 有学者认为金正恩的目的之一 是希望北京能放松在经济上的制裁 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表示 中方将在不违反国际义务的前提下 与朝鲜保持正常的交往与合作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19日三度到访北京 昨天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二度会面 讨论提升两国间战略和战术合作措施 根据朝鲜中央通信社指出 习近平和金正恩两人交换彼此 对川经会后新局势的认真看法 有分析认为金正恩近期频繁访华的目的之一 是经济因素 如果朝鲜在契合上有进步 中国将会有正面回应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者金灿荣表示 金正恩此行除了向习近平说明 与美国总统川普的会谈情形 另一个目的是希望北京放松在经济上的制裁 金灿荣说 中国支持联合国对朝鲜的制裁决议 虽然与美国有一定关系 但主要还是不能够接受朝鲜的核政策 他指出川经会达成了模糊的四点声明 但据称美国实际上提了四十多项要求 朝鲜可能答应了 但却又担心无法完全落实 而破坏了与华府的关系 因此寻求中国的理解和支持 未来有可能需要中国的居中协调 对此 昨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 被问及是否愿意向朝鲜提供经济协助时表示 中国作为朝鲜的友好邻国 在不违反国际义务的前提之下 也与朝鲜保持着正常的交往与合作 耿爽并再度重申 对于朝鲜半岛局势的立场 他表示 中方一直主张在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的同时 要重视并解决朝鲜方面的合理安全关切 当前半岛局势出现缓和的积极态势 希望有关的各方能够抓住契机 继续向前而行 在解决朝鲜合理安全关切 建立半岛和平机制方面采取积极的措施 中方愿意继续在这个方面发挥积极和建设性的作用 至于是否愿意提供经济援助 耿爽说 中方始终严格认真执行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的各项设计朝鲜的决议 履行应尽的国际义务 但作为友好的邻国 在不违反国际义务的前提之下 也与朝鲜保持着正常的交往与合作 新闻时事报记者罗签竹整理报道